油标停在这里 现在 checked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它没有打勾 那你按F11 F11就是下一行 它就跳过去了 不执行 再来到这里 它有没有checked呢 牛肉 有 有没有 true 所以呢 再按F11 F11之后呢 它就会去相乘 数量是多少 为什么是0 因为我少了一个动作 数量没有把它丢给什么呢 INQ 那数量在哪里呢 所以我就知道原来我这里面 0嘛 那问题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数量还没给它 那我数量怎么给它呢 INQ 等于什么呢 就是下拉式选单里面的质量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DDLA -TXT 这样做就好了 现在它里面有5 对不对 那先把它丢给它 它才能计算 否则一定是0 那假设说我程式 希望把它再重来一次 但你以前都这样 直接结束掉 再重新执行 那现在 它这个 竹方出错有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啊 暗处不要放 还可以让它 重新再来过 可以把它拉上去 不过在这里呢 变数不行 那这里我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把程式再改一下 就是说加入什么呢 数量的部分 少这一行 少这一行 好程式 好了以后的话呢 把它先结束掉 结束掉再浪置 那小红点的部分呢 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 你小红点就可以再点一下 它就不会中断了 就会自己 继续乱掉 这个是一个除错的 很棒的一个方法 好 假设我这边数量群的5 那结果应该相乘 好没错 1375 那如果在这个打购呢 好 那是这代打购 4000多块 再换一下 你如果假如这1个 应该275 好没错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程式就撰写出来 这里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另外呢 最好等一下你们 写完之后呢 也逐行注解一下 每一行程式呢 到底是什么样用途 我想写一下 这个注解会比较清楚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也可以参考五支 17页下方 这个也有一个程式嘛 只是上面的名称 变注名称 稍微有不同 其他大同小异 那么它在第四行的地方 有没有 也加入这个数量 点test 那我们是把它改成 DDLA 那它是一个testbox 另外就是说呢 在文字 这个testbox里面呢 是这个字串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大家比较严格一点 也是要把它转换 我刚刚有讲过 在这边前面还可以再加什么呢 Cint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近来的字串 转换成什么呢 因子绝数值 再丢给它 那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Cint 的函数 就是把字串 文字 转换为数值 这样才会比较正确 好 接下来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这个部分 再来吧 再来吧